今日的AT國股推介 建議大家留意中國平安2318 簡選原因是港股受到鋁英外合 包括外圍加息的壓力減 和內地政策推動等兩大因素支持 推動大市短期延續反彈 內險股短期有望追落後 大家可以關注中國平安2318 中國平安頭三季的新業務價值增長40.9% 表現較佳 同業泰保增長36.8% 而國壽只增加14% 中國平安受險改革完成 代理人渠道產能大幅提升 人均新業務價值大增94% 管理層預計2024年新業務價值會有正增長 美銀指出相信平保在銷售渠道 和代理人生產力方面都比同業好 預計明年第一季新業務價值會有正增長 根據彭博綜合勸商預測 中國平安今年全年的新業務價值增長25% 明年增長16% 策略上中國平安近期在40元水平建成折 昨天升了2.7% 收報42.25 投資者可以在42元左右收集 先上網前浪頂45.65 升穿再上網9月初的高位大約49元 失手40元水平或內地股市反彈未能持續 就適宜減持 東蘭,東蘭,東蘭的小福利 政法,東蘭,東蘭的大約49元 上網9月初的高位大約49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